大家好,今集繼續講街霸故事 看美軍,大家知道是軍佬要出場 這傢伙就是軍佬的場中背景其中一個角色 有玩過街霸2都知道 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回憶 通常問國旗那些都是基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就覺得是 人們會問國旗自己的手 每次都可以找到 葉春麗,春麗和軍佬是兩個機友 兩個都是國際刑警 然後是海軍還是空軍 春麗熱意,特點 這裏應該是華爾街,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因為這隻金牛在現實世界裡 就是美國紐約華爾街的金牛 這幾隻 三天王 Tiger佬現在還未出來 因為四大天王是拳王、鐵面 然後是Tiger佬和將軍 這傢伙也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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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玩他們的故事 她跟天賓也不太大 因為她是一個新禮 古四大天王 她這傢伙也不太大 所以她的新禮就不太大 所以其他兩個人就不太太大 很困難 那我佛家就還拖 由於你的麻痺大意 這傢伙蠻了交召喊的 我是佛家我就搞定他 因為你們太廢了 我這麼困難 立刻想動他 將軍 這條是拆鞋子 這條是拆鞋子 廢話少過 肥修大盜 這就是吸收了將軍的超能力士兵 這條是拆鞋子 這條是拆鞋子 嘩,想怎樣 我佛家都很冷靜 你會看到 嘩 我就是要挑人 那不是要弱 嘩,現在可以用拳王了 我先看看招 指令招 後前拳 後前腳 下上腳 嘗試一下 嘩,薄 嘩,這麼快還 真的不識錯 不過拳王是挺厲害的 打過 打過幾場 還有評價上拳王真的厲害很多 衣吹相對比較 比較差的 一定沒有拳王那麼好用 我真的不記得 衣家有什麼招 因為這些角色 我除了在 挑戰模式用過 就沒有用過 所以完全不記得有什麼招 指令塔 揭成街百二 還加空中達 空中達的時候 就會這樣 呼 叫聲 有玩街百二 應該都知道 那始終是垃圾 你們踩屎伐 是不是一挑二啊 嘩,這兩條蟹死怪 他可以拍牙膏廣告 死開 喂 是否將軍親自動手 故事上春麗的老爸是被將軍殺了 我用私靈搞錯,不適用 喂,又是狂人 嘩 完全不適用私靈 那隨便,暫時還未有誰 主要用的特色都未出過 例如 Kemi啊 伊吹啊 即是阿Ken 暫時還未有用 是唯一阿龍好像比較熟 已經算是比較熟 收屁吧,婆婆 我現在用軍腦還是滑加呢 又用滑加搞錯 完全不記得有什麼招 他那招滾地狐魯怎麼創 忘記了 以前是後前轉 現在忘記了怎麼創 出星腳 喔 正波腳 好 好 那是故事模式 故事上是要我打敗軍佬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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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故事模式 故事上是要我打敗軍佬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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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啊 嘩 這樣拆地下的大腿損光了 嘩 心情對望 想一下 CAMMY 即是CAMMY的人物故事裡 她真的有少許記 真的有少許是 不合的 CAMMY和某另一個女隊員 是真的有些 不合情節在 我有少許懷疑CAMMY是否喜歡女人 竟然是被CAMMY救走 CAMMY是英國的特種部隊 她之前就 少年佳伯的時候 被將軍抓去洗腦 成為暗殺部隊 之後被人救回之後 就被英國收留了 最後就加入了這個特務組織 她就成為這個隊長 春麗的座姿 為何要坐到這樣 好友人 好楚楚可憐 但她身材太橫 你看得這麼大份 像個男人一樣 真的粗 她那個人物的架構 真的弄得很噁心 你看看CAMMY的身 她比平時打的畫面更噁心 反而更好 她現在這樣反而 我覺得好像還很硬 你看到她的布的質地 好像很假 反而平時打的時候 更好一點 我覺得 不過她的肌肉真的很厲害 你看 那些肌肉很仔細 哇春麗 好想拿春麗的大腿 好滑 現在這個時候春麗幾歲 應該是 應該是街霸三 街霸五個故事 聽說是街霸三之前 嘩 CAMMY的屁股 現在春麗應該二十多歲 現實上春麗已經四十多歲 大家都知道 CAMMY的褲 會不會太高差 真的 露體狂 CAMMY 變態 這樣 有人這樣穿出街 低能 穿褲子 好像 那些毛看得不乾淨 你一定會老 應該是之前的羅莉 送給春麗的包裹 什麼 嘩 不是有拿國際象棋出來嗎 但這裡 這個 少年軍佬 你可以這麼稱呼 我現在不太懂得讀他的名字 很巧巧 N.A.S.H 嘩 這條小丑 手下敗仗 上一集才輸給了一個 放毒母 老友相見 嘩 我用這個 喪屍軍佬 這個軍佬的前階段真的很厲害 你快到一個頂點 所以你看到比賽半軍的韓國佬 就是唐達 基本上 因為他的step太快 我覺得全遊戲最厲害的 step就是 快到無倫 簡直是 輕輕鬆鬆 廢柴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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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是中拳中拳一齊 但實戰中是不太多人用的 這招 多交易 太危險 這招實在 除了凝章沒太多特別 說真的 你不如擋了他算吧 好可怕 嘩 選擇一個受傷的春麗來打 這傢伙也挺有風度 那這個時候CAMMY在做了什麼 我想問一下 在吃花生 或姿勢好像 Zozo那些人 喔 CAMMY被一個大舊佬前 快點打 嘩 嘩 又用這個 尼泊爾佬 我很討厭 我...我... 我想用春麗 但我反而會用春麗 但我不會用這些人 嘩 嘩 頂你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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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船典7-8-2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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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卷光 搞定 每一春麗出場就是被人打的 其實 一出場已經連續炒了兩場 嘩 已經被人收了皮 這麼快 這個正義勢力也挺快的 這個時候CAMMY在哪呢 又是 又在吃花生 好 鏡頭一轉 又是西伯利亞 中捲風 嘩 這傢伙好心理幾十歲 留了鬍子 成個馬一佬 沒可能扮了CUTY 真是做完完 那些小子 很輕鬆 這傢伙真是很討厭 這傢伙 是不是要搶那個象棋 他在這裡 他很酷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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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外形又不是那種 嘩 這個妖女 嘩 嘩 我視線停留在大腿那裡 他的聲音真的很妖艷 都不配他這麼可愛的外形 嘩 他扔了一顆棋給他 他的目的並不是棋子 他只是要搞定這個將軍 嘩 嘩 我老婆可能要出場 韓國妹 對了 嘩 嘩 今集他在街霸5的人物架構的外形之下 他的身體會不會太操撞 你看看 我覺得他好像菲利一樣 好像菲利一樣 紫色衣服 然後他又矮呢 很奇怪 整個觀感 我覺得 赤腳的白癡 你在 在冰天雪地赤腳低能 嘩 很不合理 整件事 基本上 嘩 挑弱的來打 是不是有用 嘩 看看出招表 嘩 只有三招 出波腳 出聲腳 反波腳 兩個波 V系統 看下什麼 出波腳 嘩 沒有東西出來 他不是有波嗎 有波 我明白 是不是他 欸 V字旁邊有些東西 你見不見 我只要出一次波 他才能存到 好白癡喔 我想 輕腳 重腳 中腳 三個掣是不同的 那你見到以下 有一個掃了 掃了一些東西 那你出那樣東西之前 又要出 重腳 重腳 輕腳 就是放波 都很麻煩 要做一次準備 準備的姿勢才行 都很惡搞 但姿勢很奇怪 我覺得 但他的波都很短 低B 但蹲下的姿勢很特別 他在搬著你 你看 嘩 有些V系統是什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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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系統是令到我不會扣 下面的東西 嘩 可以無幻放 嘩 但是扣 他出一次扣那個Vbar 嘩 這個人都很複雜 而且暫時還沒正式推出 嘩 他的步驟都很快 神經病 可以拍得上軍腦 這個人我都會用 因為我 我專挑選女角 但大家知道 為什麼就不多說 對不對 這個人我 暫時看就不算太好用 因為他的招是要存氣 很麻煩 你實戰中 誰能存氣 嘩 想挑釁這個女生 但是這個魔術手法 是他表面上 撥一撥你 引你注意 其實另一隻手是偷你的 這些是 很基本的魔術的概念 就是用一些東西引你注意 但實際上是用另一樣東西做的 當然我是不會升魔術的 這隻手是偷的 他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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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目標一致 我覺得那個韓國妹是來 純粹來搞亂當的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目的 我覺得是 那這個尼泊爾佬的目的 是想找回失蹤的客戶 可能他有內奸 即是派他的間諜 但應該上集被一個毒佬 應該是融了C 嘩 嘩 這個裸體 露體狂魔 這個街霸衣的角色 但他這次有穿衣服 原來是他的下屬 那看來這個露體狂應該是他的金主 即是他負責提供這個資金 那我就沒有玩街霸衣 我不太知道這個人的背景 應該這樣 如果照樣 暫時照對白看應該身份也挺高 而且應該挺有錢的 因為去到西裝也不便宜 後前腳下腳 兩個球不拳 兩個球不拳 嘩這個 這麼像一個蛇頭佬那招 放一波 嘩這個下屬這麼帥 這個下屬 這個 這個有沒有看古惑仔 那個什麼大飛 那個強化484 就是這樣 強化484 我想起都好笑 這個不是白癡 哈哈哈 強化484 那有興趣可以自己Google 知道什麼叫強化484 那數字呢 4 4 8 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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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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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不是太拖剛剛那條路看過 剛剛他最後一剎是嘴巴瞄了他 就是說很不扣 那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一個漫畫 是講這個君佬 他的外傳故事 其實真正救起君佬那個是 街霸3那個大佬 那個是兩邊顏色的大佬 爆機大佬 那個是救起他一個 我覺得這個西伯利亞女生 應該是為他賣命的 是很複雜的派系 他跟司令那邊就不妥 可以幫忙 這顆好像薛家燕那顆蜜 講開又講 好像家燕媽媽那顆蜜 原來是有燃開按鈕 按一按那顆蜜就可以令他心情平和 好 那這條女應該都不是普通人 就是照樣看 我想問那條韓國妹去了哪 剛剛在打的時候 在這裡 她的動機是什麼 對 他就說有人比將軍更適合統治世界 那應該他在說 那阿古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應該是街霸3那個大佬 就是一個雙面人 那個人也是一個很大的家族 那他不管 大家的目的不關我 因為他們的目的都是打敗司令 主要是 我還想用過韓國妹 大佬 因為衣吹太難用了 我實在用不來 我4000分跌到只有2000多分 OK OK 完結了這一部分 在這裡 也要不要 那些人 已經這麼多了 我們要進去 嗎 我看來 有了 有了 大家可能知道爆發제 请不吝点赞 κ tvii